六百元的英文教室 成语造句篇 第35集 我们猜猜看 这五个什么意思 猜猜看 第一个 gain ground 什么意思 成语 gain ground gain是增加 ground是土地 增加土地什么意思 gain ground hook up hook就是钩子 可以当名词可以当动词 hook up up是往上 把它吊起来 用钩子勾起来 什么意思 hook up 那所以成语呢 它不一定是字面上的意思 那buy the farm 买了一个农场 买农场什么意思 很好啊 买农场那这有什么片语呢 买农场还用讲吗 难道有别的意思吗 buy the farm 什么意思 all bark and no bite 这个简单 bark 什么意思呢 它有很多名词 树皮 bark 还有一种古代的帆船 也是bark 那狗叫也是bark 狗叫不管名词动词都是bark 那到底是狗叫呢 还是树皮呢 还是古代的帆船呢 然后no bite bite就是咬 那这什么意思呢 have ants in somebody's pants pants pants是裤子 裤子里面有蚂蚁 就是蚂蚁 就是蚂蚁在某一个人的裤子里面 在里面钻 是很痒吗 很痛吗 还是处罚呢 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成语它有一个趣味 可是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看文章 听一下讲你就痛苦了 就没有趣味就痛苦了 很尴尬了 对方讲完看你一脸茫然 你就很尴尬 两个在那边冰起来 大眼瞪小眼 那我们用造句的方式 比较可以了解意思 这名学生呢 上次考试不及格 我想他下次会进步的 我们用gain and ground 来造句 这台音响呢 街上的电视嘛 因为电视通常 它的那个音响会差一点 所以那个很多卖新的电视 说哇这电视啊 哇重低音啊 什么东西 是没有错 是有点音响 可是跟你那个家庭剧院比 那是没得比 如果你家里有音响的话 那电视不管它多强 它绝对比不上 光是瓦数就比不上 所以 所以你没有音响的话 你可以买那个电视 他说我的音响很好 我可以 它贵一点啊 如果你家有音响的话 不必了 你就买一个 只要有声音功能的就可以 因为为什么呢 你一接音响然后用不到了 那音响那个声音的声音 用不到了 几乎用不到了 在病了半年之后呢 这位老者蒙族重造了 我们用by the farm 买农场跟生病半年 跟老者蒙族重造 没有什么半毛钱的关系 我不怕那个大个子 因为他只会装装做事 我们用 old bark and new bite 来造句 在彼得的父亲 大意买了一辆新鸡车以后 彼得高兴的进不下来 用have pants in somebody's pants 来造句 所以这个很有趣 好 那我们看来的意思 gain ground 什么意思 就是advance or make progress 就是前进 走在前面的 advance 往前走的 或者有进步的 就进步 gain ground 得到了土地 就进步了 hook up 用勾子勾起来 是assemble or connect 就组装了 机器啊 设备啊 组装或者连接 连接 我们把音响连接到 电视连接 因为你买回来 音响跟电视独立的嘛 两个插电 但两个之间没有 没有相互的关系 你把它介绍 用HDMI 或者是用 用那个AV端子 把它连接起来 当然音响有 它自己有专用的那个音响 线 有时候很麻烦 你音响 买回来 结果呢 好高兴 要接电视 结果电视没有音响的那个 就不是HDMI 现在HDMI可以 以前有时候没有 它有个专用的线 所以很麻烦 伤痛脑筋 要去改啊 要去用其他转换插头 很麻烦 mine farm 就死掉了 买农产就死掉了 就像中卫里面说 到苏州去卖鸭蛋 奇怪 我爷爷去苏州卖鸭蛋 其实爷爷那么老了 跑到大陆 跑到苏州卖鸭蛋 太辛苦了吧 结果叫做拜托 那死掉了 是吧 所以 中文叫苏州卖鸭蛋 英文叫买农场 一个是买 一个是卖 O barking to bite 只会叫 狗只会叫 不会咬人 会咬人的狗不叫 会叫的狗不咬人 someone talk tough tough 就有些人说呢 tough 很强悍的副词 也可以当 形容词也可以当副词 你看同一个字 词性不同 某一个人很会叫 但是really isn't 但实际上 并没有像他讲的呢 讲话那么凶悍 就是 这个 只会叫 不会咬人 只会虚张声势 happy ants in somebody's pants 裤子里面有蚂蚁 什么意思呢 be agitated 就是很躁动 agitated 本来是搅动 我们说 果汁机啊 或把什么 饮料啊 把什么肉啊 搅拌 那也可以是鼓动 就是变得很激动的意思 or excited about excited 激动 对某一事情 感觉到很躁动 很激动 and can't keep still still就是 still本来是 仍然也许 still 继续了 still 那但是呢 他也可以当副子 行用这副子 就是很安静的 still 不动 不动如山 而且没办法安静下来 很激动 非常激动 躁动 安静不下来 躁愈症 所以我们用这个 again ground advance or make progress huga assemble or connect by the farm to die oh bark and you bite someone talks tough but really isn't have ants in somebody's pants be agitated or excited about something they can't keep still 这个学生呢 上次考试不及格 我想他下次会进步 这次 越戳越勇 这次 不及格班信 下次会及格 the student failed an exam last time but i'm sure he will gain ground next time 这台音响接上了电视机了吗 没接上就 电视播他的声音画面都电出来 音响就听音响 两个没有办法全关系 那像一般都是基本的 比如说 电视 大电视 60吋以上的 家庭剧院 影响 再加一个扩大机 卡拉OK 卡拉OK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 扩大机 一个就是点歌机 或者叫半唱机 三个连在一起 萤幕用电视的 然后半唱 用半唱机的 卡拉OK的 声音用影响的话 就很棒了 另外再接一些跑马灯 什么就更棒 现在卡拉OK 现在星座都很进步了 不只是半唱 还可以那个上网 找歌唱 当然有法律的问题 还有那个录音 录音都有 当然录音 录音是它的内建 录音的话就是 要再买一个小的摄影机 总比你说 以前就用手机 手机录的话 声音效果不好 Is this ster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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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音响 hook up 连接上了电视吗 Is this stereo hook up to the tv 接上了 hook up 接上 电器连接上 在生病了半年之后 这位老者 乔辫子了 盟主重招了 been ill 生病 为什么常用been ill 就避免一个句子 有两个动词 在前面用动名词been ill for a heavy year 半年了 病了半年了 this old man bought the farm yesterday 这个老者 昨天过世了 你说 这么老了 又病了半年 还去买农场吗 在字面上意思吗 所以那个 你用什么google 什么翻译啦 翻译软体 他就跟你翻了 他也没错啊 他都是靠内建的一些 一些支持啊 他可能前面 有的对 有的错 前面说 哦 病了半年 翻的对了 这个老头子也对了 昨天也对了 结果 他发生 昨天去买农场 结果你一翻 都要看不懂啊 对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 你用那个翻译 好是好方便 搞不好一两千次 他啪 不到一分钟 把你翻完了 一看 有些也很好 可是有些关键是 他跟你乱七八糟 你这种东西 譬如说 人家叫你去翻 老师叫你交报告 或者说 人家叫你拜托你翻 什么东西 或者付钱给你翻 就你翻了半天 这个老人家生病 半年了以后 昨天去买农场了 我靠 那业主说 你这翻什么东西啊 能够解释一下 为什么生病半年 昨天死了 然后去买农场 你也回答不出来 你是不是用翻译软体 讲不出来 那你自己翻的话 不懂就去问啊 查字典啊 或者空着啊 都可以啊 就跟他说我翻不出来啊 我找不到啊 网络也找不到 字典找了可以 那人家会原谅你嘛 对对 你说承认你翻不出来嘛 钱扣一点 扣点钱 可是你翻一个 你明明翻出来了 可是意思不对啊 问你又答不出来 我给你给你五千块钱 那结果你找机器翻 那找机器翻 我自己就翻就好啊 所以有这个问题 所以病了半年 这老子去死去了 所以你说那个翻译软体 碰到中字怎么办呢 一字多语他怎么翻呢 碰到中乘语 乘语他可能有的输进去 可是乘语他全部输进去嘛 而且有的乘语他如果两个意思 那怎么办呢 真的很多字两个意思啊 很多字两个词性 很多乘语他也是两个意思啊 那那个电脑他没把判断嘛 对了那当然以后也许可以 我不怕那个大个子 因为呢他只会装枪做事 只会叫嚣不会打人 I'm afraid that hawk 就是绿巨员浩克 那你说我不怕那个绿巨员 难道真的有绿巨员 不是浩克呢 就从这个字来了 就大个子 大个子 所以英文好的就知道 你讲浩克也可以 因为电影都演了嘛 漫画漫威了嘛 就写他用这个字嘛 可是他原来意思的不是浩克啊 发明这个字的时候 根本没有浩克啊 就大个子啊 所以他原来意思大个子 所以英文好就是大个子 当然你说浩克他也懂 但一般就 哦我不怕那个浩克 我这浩克你还不怕 三公尺四公尺那么高 谁打得过 不是大个子 你可能170 他可能180190 也没有高到浩克那么大 也没有浩克这个东西 所以很多电影呢 小孩子不懂 一看哎呦 那个浩克啊 那个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 钢铁人啊 有一个什么东西 就没有 小孩子搞不清楚 以为真的有 我不怕那大个子 因为他只会叫 不会咬人 只会装强弱势 但其实他不会打 有很多大个子 他就不会打 梁梁枪嘛 梁梁枪他就 他就不会打嘛 或者他肌肉不协调嘛 就不是个子大 就一定大 就像NBA 哦有的个子 210多 220 他连跳都不太会跳 所以很多的NBA呢 220几 那么高 没人买 所有球类都不买 哇那么高 为什么不买 走路啊 平常看起来也还好 也没有说巨人阵啊 或者怎么样 四肢啊也很正常 他不太会跳 动作很慢 你说也还好啊 不行 在NBA你讲动作 慢一点就不行 没办法 所以很多那个 有一个最高的名字 忘记了 马上七尺 七尺五寸 七尺六寸 那么高 站着就摸到篮筐 踮脚就灌篮 没人要 为什么 在打的时候嘛 谁还给你那个时间了 你都不会跳嘛 动作很慢 你说你很高 人家都回到前场去 你还没有跑到一半 没办法打 在彼得的父亲大意 买辆新的机车后 彼得高兴的进不下来 很缺药 睡不到觉 一直在讲 逢人就讲 哎呀老爸要买给我 进不下来 我买来 我买来 我带小女孩 女朋友去哪里 我怎么炫耀 就是高兴进不下来 就像是裤子里面有麻衣 那有麻衣一直拽你 你怎么进得下来呢 我们再把这个句子 熟悉一下 念一下 熟悉一下这些成语 那我们在造句的时候呢 因为每个人程度不一样 我们就造句 就造 简单的 字不要太短 文法不要错误 就造 尽量用字用简单 你说调述的 你说表示我很行啊 我故意写个二三十个字 以上的长句子啊 里面专用名词一大堆 没意思 人家 根本就不想看 所以我们造句 就不需要造那个太难的 造一些基本上的 但也不要太简单 简单到五六个字 每个人说干嘛 给小孩子看 就是中等 大概造成这个原则 就是生活性 实用性 然后句子不要太短 然后这个尽量稍微简单一点 这样子比较取把乎上 就是大部分可以接受 It is stereo hooked up to the TV It is stereo hooked up to the TV Been here for having a year This old man bought a farm yesterday 蜀洲卖鸭蛋 Been here for half a year This old man bought the farm yesterday 那同样呢 我们念啊 念句子啊 我们也尽量不要太慢 不要太快 一切都中庸 念太快 很多人听不懂 念太慢 人家说哇 你英文不怎么样嘛 怎么不能念快 所以我们尽量念慢 所以我们英文不需要念快 就算你可以讲得快 不需要 就是英文啊 就是念得准 念得清楚 最重要 因为你念中等速度啊 或者慢一点没关系 人家听得清楚 除非你非常确定 你的咬字非常清楚 所以最糟糕 美国人最怕 最怕印度人啊 印度人啊 中东人啊 有的中东印度人 他讲得很快 他英文不错 讲得很快 好快 好像英文很烈 美国人最痛快 都听不懂啊 发音太烂了 不清楚 那日本人他们还好 为什么日本人也是不清楚 可是他发音的很慢 有时间回旋 最怕就是那个念得又快 念得又不清楚 有相音很重 这accent 腔调很重 I'm not afraid that bark because he is old bark and no bite I'm not afraid that hog because he is old bark and no bite Peter's father promised to give him a new bicycle 或者 motorbike and that's Peter had ants in his pants Peter's father promised to give him a new motorbike and that's Peter had pants in his pants had ants in his pants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像绕口令一样 有的时候难免会念错 这目前我的六个YouTube频道 大家可以看一看 讲到这里 他就想到 空间 让他来 他就想到 他就想到